今年以打破對上去年成績為目標的台體大網球選手方歇宇 今日帶領大一新秀陳玉潔 出展107年全大運網球公開男生組雙打賽 兩人首度合作就展現了絕佳默契 一局數比8比4的成績 擊敗了中山大學的張甫巡劉凱軒 順利挺進男雙16強 因為他是大一新生嘛 那我去年就有跟學長合作過 那也是打進八強 所以我們心態上目標也設定八強 所以我們打了算預期預料之內 第一次跟學長配有點緊張 但是後面學長跟我溝通好 就默契上就有打上了 能前進八強或四強是最好的 而方歇宇也在這次全大運 首度與林品星搭檔公開組混雙賽 兩人在今日名次賽中以8比3的成績 打敗中山大學選手 順利搶下爭奪混雙第五名的門票 這是我們第一次搭配 有講好要怎麼打 然後搭配上都還不錯 就第一次配學姐可能是最後一次 那就是盡力的去幫學姐補足她不足的地方 然後學姐會幫我補強我補足的地方 這樣子合作上就會比較沒有失誤啦 目前的混雙成績是台體大近七年來表現最亮眼的一次 而在南雙和混雙都代表出賽 並有穩定發揮的方歇宇表示 她和夥伴們會繼續朝刷新紀錄和為台體大爭光而努力 記者洪晨哲網征旗桃園報導